一級長者戰一排 國際半導體戰星光翼翼 台積電董事長劉等英 台上大談AI寶石 下台市場關心的 海獸戶國神山亞利桑那州長報 勞資爭議 管理員工踢鐵板 For Arizona 我想講兩句話 大家不用大驚小怪了 在一個新的地方 在一個早期的這個 建設的這個 Infrastructure State 總是不可能像台灣這麼順利 州政府 市政府 還有community 還有民意代表 都一致支持要幫助 DSMC解決各種問題 幾個禮拜其實進步的非常多 我想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華爾街 做得非常成功 銷售Van環漏 美國廠按部就班 至於百分剛拍板的德國廠 當地政府50億歐元資助傳出 因此美國晶圓代工廠 格洛芳德對台積電引紅 主要的焦點當然就是 自動工廠的工業 所以這個也是對於德國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因為德國的汽車工業 是世界的一位 這個我們交給 這個EU的這個 Antitrust Authority來決定 海外佈局傳聞不斷 劉德英專程留下來回應媒體 至於被問到華為突破美國封鎖 採用7奈米自研晶片推心機 對金融龍頭台積電 會不會構成威脅 這輩台積電來說會有 但是今天有看到台積電影 沒有 這個不再繼續看 敏感議題劉德英沒多做回應 分析師則認為 台積電在晶片領域一席之地難撼動 加上AI助攻替半導體新世代增添成長動能 環宇新聞周成輝陳品貞 台北參謀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相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環宇一把抓 好 好